好几栋高楼窜出浓浓黑烟 正座城市宛如人间炼狱 乌克兰东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马利波 已经遭俄军包围将近两周 对外联系 水电 医药全被断 再加上连日的狂轰滥炸 已经有超过2500位平民死亡 一间妇幼医院上周遭炮弹击中 如今证实其中一位孕妇 骨盆碎裂 伤势严重 送医后母子双亡 目前还有40万人受困马利波 民众逃不出来 人道物资进不去 情势越来越严峻 人道危机快速加剧 红十字会警告 若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具体的人道协议 当地将面临最恶劣的情况 打新闻的主义编译 还有 中文字幕提供